好來 繼續來看我們臺灣這邊 我們的一關宿佳劉委會 都已經把武漢的路由經濟的定乎 提升到第三級 定濟的定乎 也就是說 沒必要不堪氣 另外 觀光局 也在今天發行給國路行車 要求業者 第一期來 不要再團到武漢去遊覽 國來文書的方便 代替 也已經來啟動武漢遺憾的 風雨基劑 要出國很開心 但如果要去中國武漢 就要注意 一關宿佳劉會 都已經提升武漢的理由 經濟到感染性 也就是說 費必要 票也不用前往 觀光局也在今天發行後 每一間 李行車要求業者 在這期來 不要做團到武漢 剛才和五學 無條件接受 退彙或是專團 科禄東南 也算不停賣或停止出團到武漢 觀光局統計一月二 開始到過年的期間 再來有出團 總共83人 要去武漢遊覽 來臺灣的中國客 有10團178人 九龍部正在協調 要求對風出銷來臺灣的行程 九龍部長有任教廖 也在民視 長說 占對臺灣北 武漢的四京航空公司 千平國占庭武漢的航山 也已經支持 九龍部海空港鐵路頂六圓 加強檢查 未來如果有發生疑似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的 案例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啟動這個相關防疫 說是包括勸導旅客戴口罩 包括我們一線人員 代替目前已經啟動武漢肺炎的防疫機制 就驚訝大家過年的時候 出外去遊覽 南來百翁 讓這個疫情 拖開 所以提前鄉親要割十四手 掛水暗 等到處之後 雖然晚三四星空 這樣可以講到外面的風險